纽约国际车展最近登场 来自全球数十家车厂的新车亮相 其中纯电动的车型备受关注 美国皮卡巨头RAM公司介绍 隆重推出史上第一款全电动皮卡 其卖点为每次充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500英里 拖拽能力高达14000磅 韩国汽车公司奇亚则带来最新款 全电动最大车厢空间的SUV 纽约国际车展今年的世界汽车大奖 颁给了韩国现代IONIC 6 韩国现代汽车在今年夺得三项大奖 成为本年度的最大赢家 汽车销售业者纷纷表示 未来美国汽车市场的趋势 将是电动车和轻型卡车 纽约国际车展是北美地区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大的汽车展会 将在4月7号到16号向公众开放 避免最大赢家